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HTML5的标记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A标记 它代表网页的链接 可能是HTML5中最重要的一个标记 咱们一定要掌握 好,咱们看一下A标记的定义 它设置网页的链接,实现画面的迁移 当然也可以在新窗口中显示网页 好,咱们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使用属性 第一个是HREF属性 它可能是A标记中最常用的属性 它是指定链接的网页的网址URL或者是符号 当然也可以叫做毛链 咱们会有它的例子 第二个属性是Target 它是指定链接网页的打开针 既咱们可以在新窗口中打开一个网页 也可以在咱们的复针中打开一个网页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设置我的指定网址 或者叫做指定网页在哪个地方打开 比如说像下画线blank新窗口 下画线parent复针 或者说是self自窗口和top最顶层的针 针的概念呢 咱们在以后的这个标记的介绍的课程中呢 会讲解到这个地方呢 咱们只要知道 我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在我指定的针或窗口中打开就可以了 目前在实际网页开发过程中呢 可能用真的场合呢 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对于A标记来说 咱们只要记住下画线blanko 在新窗口中打开一个网页就可以了 好 咱们看下一个属性 REL 它呢 是可以指定链接网页与当前网页的关系 在html5中呢 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个关系属性 咱们来看几个 首先是alternate 是说本网页的一个副本 比如说咱们链接的这个网页呢 是一个本网页打印专用的一个网页时 咱们就指定这个 包括呢 咱们链接的网页还可以指定作者书签帮助等等等等 在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的描述了 接下来属性呢 是media 它呢 是链接内容的媒体类型 这个在前几期呢 咱们已经讲过 可以指定屏幕 打印机 投影仪等等等等 下一个是hif 浪 语言属性 它可以指定咱们链接网页的语言类型 比如说像这里呢 是英文中文等等都可以 最后一个属性是type属性 它呢 来指定咱们链接网页的mrme多媒体内容 以前呢 咱们也介绍过mrme 今天呢 我就不在这里面再做说明了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个综合的例子 这是一个网页导航条例子 咱们首先看一下 最外层的标记呢 是nome标记 说明这是一个导航区域 紧接下来是ul列表象 说明咱们导航内容呢 是一个普通的html的列表 然后咱们再看每一个列表象 每个列表象的内容 其实都是一个a标记 然后呢 href属性 来标记着 咱们要链接到哪个网址上去 它可以的属性呢 标志 咱们是往哪个窗口 或是往哪个针去跳转 其他的列表象的内容呢 也都是一样 在这里呢 我列了几个 国内比较知名的大型的文护网站 新浪网易搜狐 还有百度 这几个列表象的target属性呢 都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呢 咱们在例子中会看到它们的不同 最后一个列表象是淘宝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的href呢 和其他几个列表象是不一样的 它呢是指定网页中一个特殊的区域 一会儿咱们在例子中也会看一下它实际的显示效果 好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具体的例子 这是一个标准的html5的网页 咱们看它的头部纳务区域 和咱们刚刚在例子中写的内容呢 是完全的一样 下面呢 是主内容区域 稍微有点特殊 咱们先不要管 咱们先运行这个网页 看一下效果 好的 网页已经运行起来了 为了别人大家观看呢 我把窗口的大小呢 稍微调整一下 请稍等 因为咱们这次这个例子呢 没有用到真的概念 所以在真的演示中呢 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 咱们大家只要了解 有真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好了 咱们呢 先点击新浪这个link链接 咱们新浪这个链接的target呢 是blank 所以大家注意看 在一个新窗口 或者在一个coulomb的新tab中 打开了新浪的首页 然后其他几个门户网站的链接呢 都用到了真的概念 由于咱们当前这个网页 其实呢 没有用到frame 所以呢 咱们大家看到 虽然我指定了下画线parent 下画线self或是下画线top的话呢 它其实都是在本窗口中进行打开 大家请看 不过也没有关系 今后呢 我会讲到frame 真的概念 到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相同的例子 今天咱们大家只要记住 我在做link链接的时候呢 可以用到target的属性来指定针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淘宝这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它呢 并没有链接到淘宝自己的网站 而是链接到本网页的一个特殊的区域上去 大家请看 我点下它之后 它其实链接到最下层的 这个淘宝在这里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它这个区域是什么内容呢 咱们来看一下代码 咱们把代码往下拉 看一下下面 这个地方呢 我遇到很多自然断P标记 就是为了让网页呢 产生一个滚动条 大家请看 在最下面呢 有一个id为淘宝的hr的小标题 淘宝在这里 也就是说刚刚咱们a链接呢 是链接到网页下端的 id为淘宝的hr小标题中去 通过这个例子说明 a标记不仅可以链接一个网页 同样也可以链接网页中 某一个特殊的区域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参照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